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给喜欢吃辣的朋友啊 带来一道非常过瘾的菜 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 唐老师 你好唐老师 你好 这位 哇 看你这个身高 咱俩今天是这个最萌身高差组合 对啊 差距有一点点 带来一道非常过瘾的菜 比较火辣 比较适合年轻人去食用的一个菜品 这个菜品就是我们常见的 但是有很多做法的 我们的浇麻鸡 浇麻鸡 那说到这个浇麻鸡呢 其实我们经常在这个餐馆里面点 对对对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对 夏天我们的夜市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西北餐馆里头都有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浇麻鸡 可以说是改良版 在家里头比较方便去制作的 就是家庭版 对 家庭版的 那我们来学一下 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鸡腿 洋葱 青红椒 葱姜 香菜 干辣椒 花椒 辣鲜露 藤椒油 油泼辣子 盐 糖 好的 刚才看完这个食材之后呢 我们看到今天主要的调料 有这个辣椒 还有这个花椒 对 还有我们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手枪腿 就是鸡腿 鸡腿 我记得这个浇麻鸡里面要放藤椒 对 为什么现在没有藤椒呢 因为藤椒在我们市场上 不是那么方便去买 因为我们藤椒 一般都是冷冻的冻品 一买 买很大一包 所以说不太方便 咱们再加一包 就绿颜色的那种 对对对 绿颜色冷冻品 就不太方便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用的 花椒 还有辣椒 花椒取它的麻味 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调味品 因为我们今天是家庭吧 对对对 麻麻辣辣的 是的 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 我们赶快做吧 刚刚说的这个 我们今天准备的鸡肉 对 鸡肉 用的是鸡腿 对 大鸡腿 我们也叫这个手箱腿 也是比较方便的 比如说家里头 两个人一盘菜的话 我们就一个就可以 比如说家里头有四个人 我们两个就可以了 不用说是我买一只鸡 大家会吃的太多 对 或者说比较 比较难操作 那为什么要选择鸡腿呢 因为鸡腿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活肉嘛 就是说我们的鸡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腿应该是活动的 最多的 最常用的一个部位 而且它的这个部位的肉 也是非常紧实 我们为了方便 快速的制作 我们就先把这个鸡腿肉 放入到我们烧 烧这个水里头 进行煮制 对 热水里面 我们冷水下锅 热水下锅都可以 冷热都可以 对 要先把这个鸡腿 要先煮一下 生姜 姜片 对 哇 这唐老师做菜很麻利 然后放入适量的这个 花椒 花椒 对 给一个八角去腥 八角 对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刚才放的有生姜 葱 大葱 花椒 八角 然后主持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我有用过 有用过 它是什么 哎呀 叫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黄枝籽 黄枝籽 对 它可以作为饮品 也可以弄作为这个药品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调味品 饮品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们把它泡水壳 也是下火的 就直接泡水 对 直接泡水就可以了 那出来是红颜色的水 黄红 黄红的 黄红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入药 然后也可以做我们这个菜品的一个着色的一个调味料 我们放进去之后 它这个汤色立马会变得比较橙黄一些 然后会使我们的鸡肉表皮颜色更加好看一些 那味道呢 味道没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我们淡淡的一些清香味 我们在放入锅中之前 我们用这个刀具把它先压开 压一下 对 压的目的是让它快速的 入味 进行这个溶出吧 让它这个颜色更好一些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要煮一下 对 我们看到一放进去 它就马上那个黄颜色就已经渗出来了 颜色就上出来了 对 这个得大概煮多少时间呢 我们再加一头 我们想吃这个口感比较嫩的 大概我们这个手枪腿的话 就是八分钟到十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鸡肉是鲜嫩的 如果说我们想吃这个鸡肉的口感更加紧致一点 我们大概煮到十到十二分钟 然后关火 让它静置大概半小时 这时候我们的肉质就比较紧实 对 所以说这个火 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汤色 颜色很漂亮 对 加入我们那个黄枝籽之后 我们的颜色 有点成汁了 对 有点成汁的颜色 黄黄的 这样煮出来我们的鸡肉 颜色也比较好看 对 郝老师是非常专业的 他是这个烹饪学校的 一名非常优秀的老师 对 带了多少学生了 带过上千号学生是有的了 带了上千号学生了 对 给你点个赞 没有 因为我们电视机前 也有你的很多学生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 继续来煮这个鸡腿 是吧 对 让它去继续去煮制 我们一定要记住是小火 然后我们运用这个煮制的时间 我们再处理它的配料 还有我们这个汤料 选用的配料 有我们的这个洋葱 红椒 还有青椒 我们提到一个搭配颜色 增加口感的一个作用 说到鸡肉呢 我觉得鸡肉做法有很多 像我们经常家庭版的 可以鸡肉可以炖汤 是的 对吧 然后炖出来的汤 我们还可以在家里下这个鸡汤面 对 然后鸡肉呢 我们还可以做成 比如说红烧的鸡块 然后家庭版的 我们做的可以做这个公报鸡丁 对 是吧 像鸡肉的营养价值都有哪些呢 鸡肉是非常好的这个蛋白质的社区 然后我们在这个吃鸡肉的话 也是比较健康的 毕竟是低脂的 对 现在减肥的有一些朋友 或者健身的有一些朋友 对 就会吃一些白水煮的 蘸着那个胡椒汁 对 或者是一些醋汁 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在减肥减脂 不想吃的太油腻的话 我们在煮至鸡的时候 可以把它的鸡皮去掉 对 因为鸡皮它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稍微有一点点高 而且油脂也是很高的 但是我怎么那么爱吃鸡皮 那人家就说 有句话叫做 好吃的都不健康 健康的都不好吃 对 因为鸡皮我是觉得 尤其是经过那个烤制 或者是炸制之后 脆脆的焦焦的味道很棒 对 它口感很好 鸡皮是不是也可以单独来做成一道菜 可以 不管是我们这个裹上粉炸的 还是凉拌的 还是我们那个怎么样去制作 都很好吃 都可以 对 这次我们来做这个焦麻鸡 一下子我们来专门做一个什么凉拌鸡皮 手撕鸡皮 手撕鸡皮 对 记住啊 这道菜先记住 回去好好地研究一下 好嘞 我们把这个青红椒都已经切成丝了 对 现在要切洋葱 对 我们洋葱也是一个比较简腻的一个食材吧 对 然后我们在搭配的鸡肉的时候 我们的口感会更加的清新 而且我觉得这个洋葱作为凉拌菜来说哈 作为这个配料真的是神器 对 神器 拌牛肉 拌鸡肉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尤其是在咱们那个西北地区 我们做一些菜品的时候 不管是凉菜还是热菜 加入洋葱 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对 不管是炒着凉拌的 反正味道都好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洋葱 切成丝 切得不要太细 陶老师这个烹饪的时候啊 这个动作很麻利 对 感觉我们这道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我们在家里头制作一些菜品的话 就需要它这个比较快速便捷 方便一些 对 再切点葱还有姜啊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干辣椒 还有我们这个香料 八角灰皮 麻椒 然后我们把刚才取出来这个洋葱 不要浪费把它切进去 我们现在做一个汁水的一个烧制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这道菜的灵魂 就取决于这个汁好不好吃 我们就来调一个灵魂蘸料 好的 开始 那么这个起锅烧油 嗯 本栏目油油呢 是由长花菜籽油提供的 长花菜籽油高原小利 味更香 我们干辣椒为了让它更香一些 我们提前拿水 给它浸泡了一下 炒至的时间可以更加长 直接炒进去的话 它炒至时间会短 它会出不了香味 还容易浮 我们稍微浸泡一下 我们再炒至的时间会增加 而且我们这个香味会备得 更加的充分一些 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 特别特别喜欢吃麻辣辣 味道重一点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多放点 可以 或者也可以放点四川的那个灯笼椒 对红的灯笼椒 那个辣椒特别辣 对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八角 桂皮 放进去 我们炒的时候火不要太大 因为有这个辣椒 它怕糊掉 对 我们就要把它的香味背出来 我们今天在陕西 其实有时候这个辣味 不需要特别多 我们主要就是让它出它的香味 你是觉得陕西人不能吃辣吗 陕西人的口味其实是酸辣 它不是特别辣 我怎么觉得我身边的陕西人 味道都比较喜欢吃那种麻辣的感觉 比较麻辣是吧 其实现在这个陕西的传统口味 它是酸辣为主 比如说我们那个传统陕菜 酸辣肚丝汤啊 对 还有一些菜品 它都是以酸辣为主 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油泼面 它其实就是有点酸味 有点辣味 有点鲜味 说的我已经都已经饿了 好了 好了 我们把这个葱 姜 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菜 洋葱 对 继续地去炒着它 主要就是出它这个香味 我们这个料可以稍微炒得 这个发黄 发干一些 因为我们主要用它的汤汁 如果说我们喜欢的辣味 更加浓一些 我们可以再放一些辣椒酱进去 辣椒酱 对 就是我们的豆瓣酱 这些东西 然后加入花椒 花椒 对 如果加一头 比较喜欢吃藤椒 有藤椒的话 就放藤椒就可以了 好 大火翻炒 对 加入花椒之后 这个味道一下就起来了 就再不用加汤汁了 要加汤汁 对 我们要拿汤汁 把它煮一下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炒香的一个过程 对 颜色稍微 深一些 黄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加入这样的清水 不要多 我们这个熬制时间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 让它的那个辣味啊 还有麻味充分地去稀释一下 我看这个鸡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对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好 我们把鸡腿捞出 对 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非常鲜嫩的大鸡腿啊 对 它的颜色比较黄亮 和华 对 我们判断它成熟度 就可以用个筷子扎一下 然后它很利就OK了 而且我们就挤压 从这个筷子口出来的这个没有血水 就这么一成熟了 好 我们把它捞出 然后这个灵魂料汁 我们要再煮一下啊 让它继续煮着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给这个汤汁以后 稍微给它来点底味 好 要加味了 对 稍微给它来点底味 给点盐 然后为它增加的这个鲜味 给点鸡精 就OK了 好 鸡腿呢我们已经捞出来了啊 我们接下来要把它撕开 对 稍微给它晾凉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撕了 撕开 撕的稍微大一点 哇 这个鸡皮是精华 对 鸡皮是精华 这样不要剥掉 对 我们要把它大块的撕开 撕成大块就可以了 烫 你这个鸡肉今天煮得很嫩啊 对 这个方法就是在家的话比较好 我们把它用小火煮上个八分钟 然后把它放在旁边自然晾凉 就可以了 我的鸡肉会很鲜嫩 对 那很多朋友说这个鸡 这么大一块鸡肉会不会炖不熟啊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用的是小火 对吧 小火它炖了个八分钟 八分钟 完全熟了 对 主要是让它炮制一下 自然晾凉的话 它这个它其实在中间啊 还是在加热的 对 要这个鸡肉非常的鲜嫩 而且有一点点紧实的感觉 对 紧实很Q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鸡肉 手上一拿它其实有点颤 这种感觉 QQ弹弹的 对 QQ弹弹 看着就很有食欲的样子 对 好了 将我们这个撕好的鸡肉放入碗中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大鸡腿 这拨出来的肉还不少呢 对 我们小半碗 对 我觉得三成份都够了 是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藤椒油 要不说我们今天这道菜 是一道非常过瘾的菜 最后别忘了咱们刚才熬好的料汁 这个菜需要一点点汤汁 只要汁就行了 不要就是里面的辣椒呀 不要那些 调料都不要 把它稍微拌均匀 洋葱 红椒 香菜 青椒 给它拌进去 有鸡肉 有菜 那营养价值还是蛮丰富的 对 迫不及待马上想尝一下 椒麻鸡是很多人 最爱的一道凉拌菜了 但是在家制作会觉得非常麻烦 陶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做法 既保持了椒麻鸡麻香十足的特色 又保留了鸡肉鲜嫩可口的口感 制作方法上 也不会过于复杂 赶紧写起来吧 好 接下来呢 到我们的品尝时间了 我们已经今天用公块 把这个鸡肉已经分好了 在这里呢 小柯也给大家做一下问题品 是我们平日现在出门在外的 一定要使用这种公块 公勺 好 我们可以来尝一下了 咸淡味儿是刚好 对 再加一点的话这样的味道就可以了 如果在夜市我们三五好友去喝啤酒 我们可以味道再重一些 它本身这个鸡肉是非常紧致 而且鲜嫩的 然后味道呢是麻麻辣辣 就是椒麻的这种感觉 然后有很浓的这种花椒的这种香味在里头 对 但我觉得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小不足 就可能更不及我个人口味 因为我特别能吃辣 我觉得可以再辣一点 对 我们如果想再辣一些 我们就可以选用辣王 泰椒 我们都可以放进去 让它口味更加辣一些 对 但它这个咸淡味儿是刚好的 吃到厚味儿呢 因为我们放了有糖 对 还有一点回甜 对 有一个回口 刚才这个鸡肉我是连皮带鸡肉一起吃下去的 吃到嘴里非常的过瘾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椒麻鸡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鸡腿开水下锅 加葱 姜 花椒 八角 黄芝子 煮上八分钟 青红椒 洋葱 葱姜 改刀备用 第二步 热锅凉油 依次加入干辣椒 葱姜 洋葱 香菜 花椒 煸香 加水煮开 盐 鸡精 调味儿 熬至十分钟 第三步 煮好的鸡腿盛出晾凉 手撕大块 加盐 糖 鸡精 辣鲜露 橙椒油 油泼辣子 熬好的汁子 青椒 红椒 香菜 洋葱拌匀即可 管家小账本 鸡腿二十五元 其他辅料五元 总共花费三十元 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好管家 接着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道素食 但是味道可并不清淡 你说你要做这个菌类什么 杏鲍菇 做杏鲍菇 我觉得杏鲍菇一般挺难做的 它不太好入味儿 那是这样的 今天我做完了以后 你马上就改变想法了 然后你以后又爱做又爱吃 希望我从此爱上吃杏鲍菇 那叫什么呢 爆烧蒜香杏鲍菇 爆烧蒜香杏鲍菇 对 蒜香杏鲍菇我能理解 爆烧就是说它很快 对 它就是快 好上手 简单 好吃 好吃 是 那就比较好 那我们赶快来学习一下吧 看很多需要些什么样的食材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杏鲍菇 小米辣 葱 蒜 蚝油 鸡精 盐 咱今天真的是纯纯的杏鲍菇 没有其他的可搭的 是吗 咱不搭别的 这能好吃吗 然后呢 今天做出来了以后 不是好吃 好吃的不得了 哎呀 我不该对你这个有怀疑 是 锅贴嫂子的做法 你知道做出来了以后 不可能不好吃 太棒了 我们去头 去头了以后 然后呢 对 给它切成 基本上是一样的 切成一样的 我平时在家就是做过那个 就是给它焯一下水 然后就是凉拌一下 其实说凉拌就可以说是 实际上就是胡乱拌一下 就是我就觉得它 不太好 不知道该给它上点什么味 然后把它一改刀 全部两边 全部 切成 小十字 小菱形 不要离断 都可以 不能离断 而且是两边 这边也弄 对 这边也弄 对 您要这么大一个下锅吗 是的 我的天哪 真的爆炒 这一时半会儿熟不了呀 好熟 可快了 切成这么厚的 段 然后两头给它改成 十字花刀 对 菱形 十字都行 对 这种切法 刀工 用这么大一块 杏鲍菇下锅 我还头一回见 就不要给它切断 不切断 对 您这个主要讲究的是什么意思呢 切这么大 是为了摆盘好看还是 一个是啥呢 你不是整个的两边 全部都已经切过了吗 对 切过了以后 它是不是好煎好入味 要煎一下 这个是要煎一下 问出来一招 问出来一招 先煎一下 对 煎一下 一煎一缩水 再一收 然后呢 调味 对 整个味就入进去了 我昨天在家做了 做了以后呢 一部分做的是这个改花刀的 对 一部分是没有改花刀的 那肯定改花刀的 出来两个味道不一样 那肯定的 这个我知道 出来两个味道 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 改花刀它这个味容易进去 是 特别特别的香 这个是您自己在家尝试出来的 这个菜 只要看到有这样的视频 我就爱去琢磨 爱去看 哦 然后一学就能上手是吗 那是必须的 那你就是说 照着这个视频 直接就扒下来 在家里就练会了 对 改好了 改好了 对 其实这样看不出什么来 你知道吧 它就是一个个的感觉 是菱形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 这样按起来 它是有一定的弹性 很均匀 那中间其实是没有理断的 是 那我们直接开火 把锅烧热 油不要太多 用平底锅 用平底锅 然后一定要火大 因为让它快速的把它煎成黄颜色的 那油要几成热的时候下锅呢 油也就是个五六成就可以了 不要太热啊 但是火要大 这个全程是大火 哇 所以叫爆烧嘛 全程是大火 对 看到没有 你就要上这个色 是 对 那你大火的话 它这个就是水不会出的那么充分 是 你就让它流一些水分 对 快速的看到没有 只要上个胶边 两边全部是这样的 应该了 要这个颜色 是 全程是大火 一定记住 全程大火 油不敢太多 我的天哪 油多了以后 蘸得到处都是 而且是啥呢 它吸油 就这点油 你看啊 让这个杏鲍菇已经全部吸收了 对 所以你给它多少油 它可能就细多少油 是 那样子吃起来就口感不太好 对 咱们现在可以再给里边再加上一点 然后把这面再一煎 油不敢太多 多煎一下 对 油不敢太多 分两次来倒油 对 一次就少倒一点 所以高盐小粒微酥香的 长安花菜籽油 我们倒了两遍 对 看 看到没有 露露 是不 因为火一大 看 颜色也上得快得很 你倒进去油 这个迅速就吸干了 是 要煎到什么程度 就像这两边 就焦黄就可以了 但我感觉两头的水汁在出 它中间的那个水汁依然在 是 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 要干嘛 来 来 开始看 走 烧一点点油 不用换锅 哦 葱 对 一锅就出来了 对 让我感觉有点像在外面 烧烤的那个 铁板烧是吧 跟你说快一点 来 好香 嗯 好 来 好快啊 这这要成盘了吗 盐 放一点盐 一斤啊 一斤 对 好 你要调味了 对 调味 蚝油 这小料我们这会儿是不是可以关小火一点 对 新包裤的这个整个的水汁是不是出来了 是 哎 给里边不要倒水 爆烧 好那您一会儿出鲜水哈 这就让它自己出水 哎 对了 这个能不能再切薄一点 给它再切一半 再切上一半 你两边要改花刀的话 它就容易透了 那改一边花刀呢 改一边花刀呢 也可以 那边的那边味儿 但是味道呢 肯定没有这个味道好 哦 两边它都能够渗透 哎 对了啊 互相还能透气 是 哎嘿嘿 好了 这就可以了 可以起锅了 熟了吗这 熟了呀 这硬不硬啊 哎 不会硬的 你一会儿一尝你就知道了 真的啊 嗯 真快啊 快吧 哎 现在加起来我感觉它一个个就是软软的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杏鲍菇它是吸油的 切厚一点其实也有道理 要切薄的话油全吸进去了 那炒这个菜太有力了 好 就这样就算大功课程了 是 好嘞 那我们赶快欣赏一下这个叫做爆烧蒜香杏鲍菇 只需要简单的一味食材 就能在家做出美味 素菜也能做出新花样 杏鲍菇的简单改刀和煎制 既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多汁 又碰撞出了外焦里嫩的双重口感 你也在家尝试做一下吧 好 赶快来品尝这道美味啊 看上去是不是特别有颜值啊 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记着带上公快公勺 或者呢您出去就餐的时候提上大家事情分餐质也比较好 我们这里准备好了请 嗯 嗯 露露 嗯 吃了以后是不是把你所有的疑惑和问题解决了 我把所有的疑问现在随着我吃了那口杏鲍菇我全咽下去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一开始总是担心它那么厚 它不容易熟更不容易入味 嗯 现在真打消了这种顾虑吧 是 哎真的是挺香挺好吃 外面它有一层那个胶边 对 它有那种胶香味 我也明白了你为什么切那么大 因为你嚼起来的时候它里面依然有汁水 对 感觉很风盈 它不是说像我们炸东西或者煎久了以后它会发干 没有 对 就既有胶外面那一层 然后里面呢又有那种汁水有那种嚼劲 很鲜 它有了汁水它那个鲜味就泵发出来了 外面是飘了一层那个小米辣 我觉得就纯点缀了 然后它能够剪那个油腻 再加上我们旁边一定我觉得你配的这个黄瓜特别好 就搭配着来吃能够调剂一下也算是一个清口 对 看似简单啊 你看连操作带出盘好像也就几分钟吧 几分钟嘛 三五分钟嘛 太快了 就是花刀也不难切 而且它很厚吧 你也不容易切到手 你一嚼的时候 它立刻就是觉得两边就通了 很容易嚼断它这个纤维 这个吃起来就是很省事 也很香 然后呢比较独特 我觉得还真的挺特别的这道菜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爆烧蒜香杏爆菇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杏爆菇切断 两面改十字花刀 第二步 热锅大火分两次加油 杏爆菇煎至两面焦黄 第三步 加少许的油 葱 蒜 小米辣 煸香 加盐 鸡精 蚝油 调味 跟杏爆菇一起翻炒均匀即可 管家小账本 杏爆菇十元 其他不了两元 共计花费十二元 最近要在我们陕西人家门口举办的十四运 要拉开帷幕了 趁着这股运动的热潮 健身运动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活动选项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说徒步 每到周末闲下时光 一些徒步爱好者就会选择秦岭的一些山路 进行徒步运动 那么什么是徒步呢 徒步就是指按既定线路 在山野间进行中长距离的走路锻炼 这个徒步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好处 一个呢 它能使你心情愉悦 就是说使你改善你的心情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能锻炼你的肺活量 使你心血管功能 就是更加良好 对心血管运动的疾病呢 也有一定的改善 另外一个对你的脊肉锻炼 也有很好的功能 另外就是 也起到一个很好的 这个悠扬运动锻炼的这个效果 中长距离的徒步一定要穿一双 适合徒步防滑防水的鞋子 其次是带足衣物防寒防晒 还有一只登山手杖 必备的食物和水的准备等 所以徒步也是一项负重的穿越活动 长时间的步行会对膝关节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受伤呢 我们在徒步过程中 一定要均输前进 不能急 不能过急 不能及急的情绪 然后走得很快 另外一个 走到20分到30分钟 适量的休息 每次行走20到30分钟 原地休息5分钟左右 调节呼吸继续行走 每50到60分钟来一次大休息 约10到15分钟 可以放下背包 调节呼吸 放松肢体 这种节奏的徒步 能有效地保护膝关节 不被过度磨损造成伤害 另外关于徒步的运动评次 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它运的一般情况下 它可能甚至一天 甚至它连续的时候 有入程员 它可能是两天 所以是有时候一到两次 一直走啊 也就够了 不要过量 过量呢 也有适合健康 徒步是户外运动 安全是要提前防范的 在此 专家还提醒徒步爱好者 一定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咱们在徒步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预案 把旗签啊 把线路规划好 另外一定要看天气啊 看看天气预告 有没有一些 意外的一些天气 另外一个我们啊 要带好一些 预备的一些 比如说衣物啊 方子一些 比如说 散里面比较寒冷啊 一些意外的发生 另外一个就是说 自己不要便利路线 一定要和同事们啊 结伴而行 全民运动健康生活 科学运动合理饮食 重点回顾 一 准备徒步装备 手杖 透气防水衣物 防晒帽 墨镜 登山鞋 富含能量的食物 肉蛋 压缩饼干等 和饮用水或含糖饮料 充电宝等物品 二 徒步注意节奏 二十到三十分钟 原地休息五分钟 调节呼吸 五十到六十分钟 一次大休息 约十到十五分钟 可以放下背包 调节呼吸 放松肢体 这样防止膝关节过度磨损 三 徒步每周最多一到两次即可 一定要找熟悉的线路 看好天气 以防意外发生 欢迎继续收看 由高岩小丽味更香的 长安花菜自由 特别支持播出的 好管家 我是金星 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 老朋友石家伟 家伟你好 女生好 家伟今天要给我们 做什么好吃的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 叫番茄农历鱼 番茄农历鱼 这道菜 其实是一道 比较经典的菜了 很多嘉宾在好管家 也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我发现 越是家常的菜 这做法 越是里边 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每家人都有自己的做法 那嘉伟怎么做 我们期待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 制作这道美食 需要的食材有哪些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龙利鱼 番茄 豆腐皮 白玉菇 青笋 鸡蛋 葱姜 番茄沙丝 料酒 淀粉 胡椒粉 盐 糖 鸡精 好 那咱就开始处理食材吧 好 先处理龙利鱼 好 咱这边买到的龙利鱼 基本上都是冻的吧 对 都是冰鲜的 好 首先我们把它从中间 顺着它这个蒙鹿 给它分成两半 好嘞 龙利鱼就是特别适合老人小孩 因为它一根刺都没有 是 然后我们把它片成这个厚片 厚片啊 对 你看我们片的时候要一定要长一些 一般我们这要片鱼 都是要片薄一点 这龙利鱼为啥咱要片厚一点呢 因为像我们像这个 龙利鱼它是冰鲜的 片得太薄的话 我们一会儿一入锅它就碎了 肉质比较松散一些是吧 是 这番茄龙利鱼我在家也老做 但我一般就是放点豆腐 豆腐跟龙利鱼搭在一起 比较补盖嘛 放点豆腐 然后呢放点番茄酱 再加点点酱油 这样子做出来比较清淡 我看您今天做的这个 有点像那种火锅的感觉 冒菜的感觉 有鱼 有豆腐皮 有青笋 有这个白玉菇 对 好我们把它片成片 放到这个碗里边 我们现在要给它腌制 好嘞 好首先我们放一点白胡椒粉 给它去腥增香 然后少许的料酒 这个龙利鱼它也有腥味吗 是有的 因为它龙利鱼它是海鱼 加半个鸡蛋 这个鱼一旦加了鸡蛋之后 它就会变得特别的鲜嫩 对 虽然咱这个是冰鲜鱼 但是加了鸡蛋 它鸡蛋的这个蛋液 给它融入进去之后 它会变得更嫩一些 就像是那种新鲜的鱼的口感 下来我们要加淀粉 再给它穿上一层薄薄的外衣 加尾这硬是把一个冰鲜的鱼 做成鲜鱼的口感 腌制上浆 好嘞 那这个是得炸一下是吗 不用 我们一会儿要在这个汤里面 要穿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这鱼 放在这个碗里面腌制一下 大概腌制多久 5到10分钟 5到10分钟 那我们先处理这边 好 高原小力味更香 我们用到的是长安花菜籽油 好首先我们热锅凉油 放我们的这个葱姜 去给它变香 好我们用了一个番茄 把它去切成碎 更为了让它出味 去把它炒香 这里咱用的是鲜的番茄 我看你还拿着有番茄沙丝是吧 对 把两个混在一起 是 我们用这个番茄炒至 让它出一点这个鲜番茄的这个味 那不够呢 我们再加一点番茄沙丝来调和一下 好嘞 我们把这个番茄炒到 就是它稍微有点烂的时候就可以了 不要太烂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煮一下 好嘞 好 这会儿呢 我们来加这个番茄沙丝 我们加了番茄沙丝 汤的颜色会更漂亮 嗯 番茄浓利于水 一定要突出番茄 是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 番茄的汤底 嗯 我们加的是水还是高汤 我们现在要加水 好嘞 家里如果有高汤咱们可以加高汤是吧 对 熬制一下 好烧开之后我们现在要给它来调味 我们要放盐 嗯 鸡精和少许的白糖 然后我们下来要加白胡椒粉 这会儿时间呢 我们要把我们配的要给它垫到底下的一些配菜 先煮一下 这鱼要最后煮是吧 是 哦 好 我们今天用的配菜 用的就是啊 豆腐皮呀 白鱼菇呀 可以根据我们大家自己的口味来定 嗯 其实今天我觉得家里配的这三样菜啊 特别经典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常说这个啊 人体每天要把五种这个营养类别的这个蔬菜要吃到 五种样类别是哪五种呢 比如这蛋白质类 我们今天有鱼了 对 菌菇类咱们有这个白鱼菇了 豆类咱们有豆腐皮了 还有根筋类咱们有获笋了 就还差一个瓜茄类了 我们有番茄了 是啊 所以我们人体所需的这个五种营养啊 就每天尽量我们都把它 至少吃到这五种蔬菜就比较好了 我们现在把菜先捞出来啊 对 这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放的调料还是很少啊 是 嗯 好 我们先把这个菜来打底 嗯 放在这个底下 哦 这样子吧 鱼片豆垫在上面是吧 对 现在我们就要来串鱼片了 对 然后用这个番茄汤来串 一片一片去 嗯 给它下 不能直接一块给它倒进去 是驼了 是 让它稍微定型一下 我们再去拿铲子 对 动它 我们不要去搅它 嗯 可以晃 轻微的晃锅 好嘞 鱼肉特别好熟 它容易碎了 对 对 你看我们这个汤啊 它慢慢的在发生这个糊化反应 因为我们刚才给这个鱼片在上浆的时候 我们加了淀粉 对 所以说最后我们完全不用再去加水淀粉 哦 去给它勾芡 所以这个汤出来就是那种稠稠的感觉 对 而且我们切记一定要先焯蔬菜 是 再焯鱼片 对 让它有一股那种自来窄 嗯 裹在这个鱼的上面 哇 看着就很诱人 就用大火煮还是用小火煮 大火 啊 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 是 鱼肉是不是就煮不老 是 它只能煮散 那还老不了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切的比较大 咱这鱼肉看着啊 全部都通白了 就证明熟了 是 好 我们这会儿呢 关火 煮锅 鱼汤配鱼肉 哎呀 哎 家伟我看你这就好像结束了啊 对 一般我们这种水煮鱼煮完出来之后 咱还要泼个油 是 弄点葱姜蒜一呛 对 咱今天没有 因为我们家里边我们现在提倡 我们大家吃饭要少油少盐 要健康 所以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给它破油 那个油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这会儿就是给它撒上少许的葱花就可以了 好嘞 是 清清淡淡 然后健康营养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酸酸甜甜的番茄龙丽鱼 鱼肉简单的窜一下 鲜嫩可口 蔬菜裹上绵绵沙沙的汁子 吃上一口就会爱上 制作方法不难 尤其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 你也在家做起来吧 来吧 家伟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好 用公块已经分好了 家伟今天做的这个番茄龙丽鱼 比我做的我觉得还要更清淡一些 就是你因为放调料很少很少 出来之后 它就是那个淡淡的咸鲜 带两位微微的甜 是 然后这个龙丽鱼到嘴里之后 因为我们经过处理 很嫩很嫩 入口即化 也没有菜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 然后这白玉菇很脆 青笋也很脆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口感上面的一个反差 这整个吃起来你会觉得蛮有层次感的 然后这个味道 这个汤汁啊 我觉得拌饭拌面 给小孩子用都是非常好的 是是 特别的鲜 特别的营养 没错 一般我们大家做那个都是买那种 一包装的那种番茄料 那跟我们今天啊 用番茄沙丝炒出来这个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没错 所以说大家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的 一定可以尝试一下这道菜啊 食材也简单 然后营养丰富 还好吃也开胃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番茄龙丽鱼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龙丽鱼切片 加胡椒粉 料酒 蛋液 淀粉 拌匀 腌制十分钟 第二步 热锅凉油 葱姜 番茄 炒香 加番茄沙丝和水煮开 加盐 糖 鸡精 白胡椒粉 朴味 豆腐皮 白玉菇 青笋 煮熟 盛出 第三步 鱼片在番茄汤中 攥熟盛出 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管家小账本 龙利鱼30元 其他辅料10元 总共花费40元